接下来房市的问题来看看 最近政府打房 预售屋的市场受到影响 但如果您是真的要买房子 租房哪些地方最贵 哪些地方可以减便宜呢 还有如果想做生意的话 来参考一下这个地方呢 大值的电王非常贵的一个租金 已经出来了 到底是哪一间电脑 我们先来看一下台北市的买房 跟租房市场的变化 在新城屋当中 单平价格最高的前三名 来分别带您看看 第一名是松山市民大道 一瓶要价200多万 第二名的敦化南路附近 跟信义路二段 一瓶也都要130万到150万左右 那另外在中古屋的市场上面呢 第一名的这个价格是来到了 这个信义仁爱路四段 这里的价格是一瓶114万 那其他也是在信义路四段 跟中肖东路四段 这里的价格是大约在100万左右 那另外在租屋市场的部分呢 哪些地方的这个租屋行情最贵 地点也是在信义路的五段 一瓶要2000多块钱 那在南京东路二段 还有市民大道一段这附近 一瓶的平均要价是大概1900多块钱左右 那另外至于哪些地方的价格 是比较清明的呢 首先也要来看一下新城屋了 比较便宜的地方是在北投的稻香路 这里一瓶的价格是58万 而内湖的五分街大同的华庭街 这里的价格大概在60多万左右 那中股物的部分最便宜的地方 是位在这个北投的中和街 一瓶是42万 那在租市场的方面呢 最便宜的地方也是在北投的中和街 一瓶的租金是只有895块钱 而到了万华的万大路跟和平西路附近呢 一瓶的价格就是上千元左右了 所以呢从这两个资料我们综合起来比较一下 当然台北市买房最热的地方在哪里呢 当然就是在市民大道 这个地方已经连续两年居贯了 而最清明的月租金就是在北投的中和街 而现在卖房子代销公司也很积极 很多的代销公司把卖房子的触角 延伸到中南部去 像是海月代销积极抢攻中南部的市场 接案的总销售金额破了2100多亿 拿下了代销王 而第二名新连洋机构 去年也把触角升到了台南去拿下了第二名 假山林广告也拿下了第三名 那这些代销公司现在接案的模式呢 几乎都是一条龙的方式来包销 从房子的卖房子的规划 设计到销售是一路统包 而且还用高价去抢案 那至于哪些地方是店王呢 开店当然就是要想做生意嘛 有一个地方你不要少看它 有一些店它小小的 但是租金可不便宜哦 像是大直街上的这家排骨饭店 它只有23平的大小 一个月的租金要9万块 平均一平的价格要多少呢 快要4000块 已经3900多了 这样的租金跟其他的像是铁板烧店啦 这个可是米其林的店家 相比较还要来得更贵哦 那其实在疫情之前 大直的店家行情 一平也是要四五千块的 现在疫情之后 租金等于说逐渐回温了 很多店家也是积极转店 要抢工艺后商机 大片炸排骨铺在饭上 搭配四样经典配菜 知名连锁便当店 近年大局展店 还插起美食战区当店王 台北市的美食一级战区大直 这里店王店后都是餐饮业者 去年捷运站旁边这间小店面 被连锁便当业者乘租下来 换算单瓶高达3900多元 创下去域的单价新高 实际登陆揭露连锁排骨便当店 以美平3907元乘租 是去年大直单价最高店面 超越建南路捷运站附近 连锁铁板烧的2291元 虽然近期店租持续上涨 但事实上这不是历史最高水位 大直街门牌从有过去 有历史以来撇开巷弄来讲的话 是完全没有成交记录过的 租的没有 所以说本来就是相对的抢手 那也鲜少释出 它那边的行情本来当平 就是一瓶大概是四到五千块 所以这一次它是接近快四千块 只能够说是回复往日的水准 意后店面行情逐渐回升 便当业者也积极拓展据点 去年增加48间店 目前全台共有190家 目标展店突破200家 而母公司连锁锅贴品牌 目前在台店数约105家 去年也进军美国市场 再拼开二号三号店 朝国际品牌去做卖店 用复合式的餐饮去进军 我们的国际市场 疫情突如其来的时候 很多的业者 只要是经营不善或体质不好的 其实也都渐渐消逝了 很多的体质好公司 就会开始渐渐的展店 来扩充他的业绩 后疫情时代 餐饮业大复活 连锁庶民小吃 动作频频 就要持续壮大 永续经营